今晚的第三場賽事是四班1650米 這組賽事 第二門馬是站光最聰明 4.1倍開飛 過緣關節有3.8倍 開跑時回到4.3倍 潘頓是騎者福滿寶 4.7倍開飛 回到5.8倍開跑 臨美階段有馬下飛 雙折棍落到10倍 愛馬劍落到7.4倍 至於追風企蹤 回到5.1倍 第三場的四班1600米 今晚拆亮了 第三場賽事 起步時出得快 在內蕩那邊 虎視眈眈 其實站光最聰明起步也快 但他不帶頭 中間有陽明高高 月木星光不斷騎 然後出來安定繁城 但我當埋著他就遇風超影 然後有奇珍 愛馬劍 內蕩王三 復滿寶 塞了內蘭 然後追風企蹤 亦都塞了內蘭 在美那隊 暫時是龍船和雙折棍 轉馬逢彎時 前面帶頭 虎視眈眈 陽明高高 今天採取主動 騎了兩步 走上來拍到第二位 貼藍第三是月木星光 反而安定繁城 起步就起得好 可惜祭雨就不太好 結果暫時頂了出去三碟 在內側 暫光最聰明熱門 然後馬一內蕩複滿寶 外蕩白衣 雨風超影 頭也帶不到 還有奇珍 貼藍尾四追風企足 尾三愛馬劍 暫時在後面跑 後面的龍船 包美暫時仍是雙折棍 頭面馬入鏡 距離七個馬威島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原來步速不能慢 帶頭虎視眈眈 見著陽明高高上來逼他 走去騎多兩步頂一下他 走去第三位 上來是雨風超影 側左下摔了二碟 貼藍還有月木星光 紅三角匹 安定繁星 沒什麼運行 他走了外碟 那個位置 正在躺著 內蕩複滿寶 中間是暫光最聰明 然後追風企足其真 這外馬劍 今天晚上都很虧 在美隊那裡 還在龍船 和移出去外蕩的雙折棍 入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那隻 虎視眈眈 收了空 只有陽明高高在這裡 暫時帶頭 追著他的馬 就暫光最聰明 大邊打下去了 內蕩上來追風企足 外蕩是愛馬劍 大外蕩是湘哲棍 然後一搭買的時候前面的內蕩 突然間現了新的追風企足 說過了楊榮高高 外蕩蓋上來又是這支棍 湘哲棍 他追風企足 終於打到勝利之門 湘哲棍第二 楊榮高高保住的第三 第四名是愛馬劍 摺得很漂亮 莫來拉這場 九檔一早摺了蠻藍 贏了就贏了這裡 他又摺 潘頓又摺 為何潘頓的棋內沒有 真慘 路程根據又不夠多 加不到速 你看他們兩個都是選擇那個位 比較失望就是暫光聚成 打開了就衝不了 他又位好出來很容易 今晚的位沒甚麼錯 有隻怪馬就是愛馬劍 他總是贏不了 但是他減分 然後又養十磅 跑來跑去都是三至五名 他今天跑到全虧了 他又是三至五名 但你又不要以為他很聰明 賺了他都是三至五名 這隻馬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每次都引起你 那裡拿命 你以為他這次這麼虧 都跑到第四 很好了 下次追他 你真的不要祭 現在內蕩他也是這樣 他是掌金製造機 又不是採金製造機 他幫不了你多少 減分用建材生 他也是差不多 最訪其蹤 其實上一次賽前 早上一招 我搶口搶到暖了龍 賽岸很少馬搶口 今次早上有民政 我都覺得他是好了 但是他擦刷圈的時候 刷圈出跑道的時候 他又是來的 他好像羅富傳 剛才訪問他這樣說 有些馬你真是不知道 突然 他都猜不到他做連馬師 而且跑馬地比較多這些問題 多人 多聲 那些光 還要看那些光 總之可能原本都很穩定 但環境裡面一些小小的東西 可能都會影響了他的情緒 這隻上次棍子可以贏的 這場都跑得很吃虧 我覺得方家柏 真的不僅是練馬師 是魔術師 1400米打開了 不懂得衝 1600米可以衝到贏 你真是變魔術 這場的位置 頭上半場的位置很吃虧 差不多輸了 但真的很有心 覺得馬的衝刺很強勁 不管了 總之剷出去看胸就行了 他真的追很多 分斷時間頭到27秒78 第2段23秒96 第3段23秒96 末段23秒71 總時間1分39秒41 練馬師好 魔術師好 方家柏今年 當然現在的成績大一頭 但他也有些改變 今年馬是演出的連貫性 可預測性其實都高了很多 當然這是一個好事 人家可以計算到馬 以前就不是 因為之前一兩季 可能比較飄忽一點 反而今季他很早都說了 希望可以爭奪冠軍的決心 馬是很開的 希望繼續交到好表現 雖然這一場雙接軍贏不了 不過看他繼續追這些馬 也可以繼續追下去 追他比追我們馬劍 我想就 我想這支棍實際一點 不是 愛馬劍可能那些三龍鎖四年盲 你就會拖回他 追他開齋就不好 其實有些膽子也有問的 愛馬劍 我想你三四名的拖腳 真的好一點 這場有隻馬 走得比較虧偽 就是那隻遇風超影 有問回巴道 巴道說 練馬師就跟他解釋 就是叫他組斷 就不要太快吹拆 因為怕一吹拆他就會搶口 他本來想著 就是站光聚醒起步之後 不久他可以移入 就可以帶到他近一點 誰知道站光聚醒就沒有拿到籃 他走第二碟了 所以繼續一路 變了隻遇風超影 在開邊就走得比較虧偽 其他馬沒什麼特別 他在這裏